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撤头撤尾的武痴 却和同为武痴的欧阳峰截然不同 欧阳峰走的是实战路线 他不停地找同实力的高手红七公比武 以此证明自己的实力直到与之同归于尽 但周伯通却很淡然 他的确喜欢切磋武功 但也仅仅只是切磋交流 根本不会为了赢 把人家置于死地 更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见好就收 绝不会为了打败谁而拼命 所以有人因此提出了质疑 周伯通到底真的只是点到为止 还是信心不足 没有把握去争个输赢呢 不然 为什么从射雕到神雕 周伯通的战绩几乎为零 怎么就成了武决第一名呢 射雕零圣祭 射雕初期 周伯通在师兄王重阳的眼里 既没有资格学习其自创的先天功 也没有资格参加华山论剑 可见当时周伯通的实力 说好听了还属于上升期 说不好听了 就是天下高手中 还没有他的大名 这还不够 王重阳还对周伯通说 师弟学武 天资聪颖 恶死不疲 但是一来过于着迷 二来少了一副就是寄人的凶宠 就算毕生勤修苦练 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 这等于直接给周伯通下了 无法成为绝顶高手的定论 王重阳在临死前 通过诈死引出欧阳峰 欧阳峰来重阳宫时 被藏在树上的周伯通偷袭 二人打了不够五十招 周伯通就大败且重伤 可见射雕初期的周伯通 武功远远不及武绝 射雕中期周伯通与黄耀师第一次对决 黄耀师问周伯通当时之间 有几人能胜得过你我两人 周伯通回答说 胜得过你的会必有 胜过我的连你在内总有四五人 经过分析 这四五人分别是黄耀师 易登大师 红七公 欧阳峰 还可以加上一个球签刃 所以周伯通和黄耀师的第一次对决 周伯通输得很彻底 连双腿都被黄耀师打断了 还被困在桃花岛洞中15年之久 射雕后期在桃花岛的洞中 周伯通彻底开悟 他领悟了一套令他武功逆天飞升的武功 就是左右护博树 其次是空明拳 还在叫孤敬九阴真经时 自己无意中也学了 走出桃花岛的周伯通 再也不是曾经那个一挑衅 就被武爵打残的老顽童了 他的武功彻底升华了 但尴尬的是 他依然没有圣迹可言 他与黄耀师第二次大战 虽然已经不再如当初那般 轻易就被黄耀师打败 黄耀师也明显感觉到周伯通精进了 不好打了 但这一战 还是以周伯通的失败而告终 而周伯通与黄耀师的第三次交手 同样也没有战胜黄耀师 之后 周伯通还遇到了杀他儿子的裘先任 此时的裘先任 完全不是周伯通的对手 他只能施展轻功到处逃 而周伯通穷追不舍 他们二人的实力 就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 裘先任已经再无可能战胜周伯通了 可惜的是周伯通怕毒蛇 裘先任拿毒蛇吓唬周伯通 周伯通直接被吓跑 也失去了这一场 可以打败准五绝的战绩 神雕灵圣祭 神雕侠侣时代 周伯通最值得关注的两次对决 一次是绝星谷与金轮法王交手 另一次是百花谷与杨过比武 这两次比武 周伯通也同样延续了他一贯的战术 就是点到为止 不走生死战 绝星谷 金轮法王带着他修炼的十层龙像波热弓 回到中原 自认为武功已经天下无敌 但是遇到老顽童周伯通后 他慌了 自己千斤中的一拳 打向周伯通 就像是打在了海绵上 无处着力 顿时信心骤减 完全不敢置信 自己苦修了这门神功 竟然在周伯通面前打不出威力 而周伯通应对金轮法王的拳法 正是空明拳 此拳法讲究的就是以柔克刚 就是能化解掉金轮法王的重拳 只可惜 二人没有打多久 伊登大师和黄耀师就赶到了 金轮法王一看 三对一 从心理上已经开始怯场和摆烂 二人也没继续打下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二人如果继续打下去 会怎样 由于金轮法王的重拳打千金 周伯通也只能以柔克刚 用空明拳去化解重拳 但是想要赢就难了 而金轮法王的拳法单一 战术也单一 也只能任由每一拳被周伯通化解掉 成为热锅上的蚂蚁 金轮法王很爱惜羽毛 从不会恋战 对方稍微表现出一点优势出来 他立刻就会霸战 而周伯通同样惜命 绝不会生死搏斗 自然也是打打就算了 到最后也就是不相上下的结局 而百花谷一战 周伯通和杨过同样也是揭磋 周伯通的主要目的是 见识一下杨过自创的神功 黯然销魂掌 顺便试探一下这个武功 究竟威力有多大 而杨过与周伯通无冤无仇 自然不会下分手 只不过根据他自己的预判 如果与周伯通殊死较量的话 会和红七公欧阳锋一样 两败俱伤 同归于尽 也就是说 周伯通在神雕时代的这两次大战 都没有胜 胜计为零 周伯通唯一战胜不了的一人 很多人觉得 周伯通之所以能被公认为 新武爵第一名 是因为九阴真经 虽然周伯通口口声声说 已经忘了九阴真经 但是 对于武痴的他 难保没偷偷修炼 且和自身的武功相融合 但是 大家别忘了 新老武爵中的 王崇阳 红七公 黄耀师 易登大师 郭靖 杨过 也都看过或者修炼过九阴真经 而欧阳锋 则是 逆练九阴真经 所以 九阴真经 无法成为周伯通 战胜武爵的资本 至于周伯通的空明权 打金轮法王都不成 更不可能打败武爵了 换句话说 周伯通真正在武爵面前 占优势的武功 是左右护伯术 加全真内功 左右护伯术 可以一心二用 可以实现 一人等于二人的战力 全真内功 修炼到后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更加精纯浑厚 且深不可测 甚至能将白头发 变成黑头发 可以说 一旦周伯通用左右护伯术 和全真内功 对付武爵 除了孤靖之外 其余人 他都有取胜的把握 而郭靖之所以是例外 是因为他也精修了 左右护伯术 配上他修炼了 几十年的九阴真经 降龙十八掌 以及天罡北斗阵法 他一人所实现的战力 相当于七人 所以周伯通 是很难打败郭靖的 但是郭靖想要击败周伯通 也是很难的 单论武功 他们二人可以并列第一 新武爵第一名 周伯通之所以零战绩 也会成为新武爵之首 原因也很简单 周伯通不仅武功绝顶 他还具有别人没有的绝顶心境 用原文的话说 就是周伯通天真烂漫 胸中更无半点寄心 虽天性好无 却从无争雄扬名的念头 绝没想到 自己是否该算武爵之一 人到中年才看懂 心中空荡荡 不存名之意念的周伯通 才是金庸武侠唯一一位中级赢家 在周伯通和心中 没有什么比完的开心 活得洒脱更为重要 他可以和几岁幼童 完蛋朱征胜铺 浪费十几天时间 赢了才尽兴而走 也可以不顾高手之尊 在绝情谷中 假扮萧香子 细耍一众高手 还可以屈尊 向小龙女学习养风之术 成功之后 得意洋洋地 向黄荣等人炫耀 他只求随心而行 追求内心的坦然 对武功的痴迷与胜负 没有任何关系 武功只是他追求快乐的一种工具 不是用来争强好胜 称霸江湖 对周伯通来说 胜也罢 输也罢 只要能得到快乐就够了 所以虽然武功明明极为高强 会全真派的全套武功 会九阴真经 左右护博 空明拳等绝技 但真正打败的对手 只有射雕时代的球千人 对战杨过 金轮法王等绝顶高手 战绩并不突出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